欢迎来到Sugi的基础系列测评第二集 我这集真的被大家催死了 这集是有关于内搭的 可能季节到大家都很着急 这个系列其实主要跟大家聊的不是时尚 也不是穿搭 就来跟大家聊聊我在购买一些基础系列的小经验 小tips这样子 然后也会穿插一些不成熟的小科普 那这些材料我基本都往上找的 或者去问了一些品牌方 就包括这一集我就问了品牌方一些关于材质的问题 那这些收集可能不是那么的完善 如果是有专业的妹子想要补充或者纠错的话 也欢迎在弹幕或者留言里面告诉我 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正题吧 那首先呢就是它的舒适度跟保暖度 那这两点是直接关乎它的材质的 所以我也会根据材质的不同来说一说这些内搭 那还有就是它对身材的修饰效果怎么样 就有关乎版型 那这个视频里面也会穿插一些我穿的这些内搭的上升效果 那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些片段来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这种内搭 还有一个就是性价比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蛮关心这个的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难聊 因为每个人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性价比这个东西其实比较不好说 有的人的侧重点可能是它的样式 有的人的侧重点可能是它的材质 我会简单的说一下它的价格范围 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但我不会重点去聊这个 那最后一个就是它的耐穿程度 但我觉得耐穿程度其实也不是特别好聊 因为耐穿程度的话 比如说有十件内搭的人 跟只有一件两件内搭的人 它的每件衣服的磨损程度和耐穿程度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其实很难说 但我觉得日常保养是很重要的 像这种羊毛或者羊绒的衣服 我会用专用的洗涤剂 那洗涤剂的定解我会放在info box 我是在之前在showerbub买的 买了一瓶吧 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完 因为我家的洗涤剂是有洗涤羊毛的一个功能的 所以我会放下去洗 它会洗得很慢很轻柔 但也会洗得比较久 然后一般我洗完之后 我就会把它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 平铺着晾干 不要放到烘干器 烘干器是绝对不能烘的 但你要把它平铺着晾干 它也不会挂起来 挂起来它会可能被拉大 就会垂下来 所以你要把它平铺着晾干 晾干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一件静心的 软轰轰毛茸茸的羊绒纱 或者是牙毛衣了 还有就是起毛球的问题 起毛球其实很难避免 再好的羊绒纱 其实都会起毛球 就是越好 可能就是会更耐穿一点吧 但是都会的 都会有一点点 就是会有点薄薄的那种起毛球 就是特别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穿大衣 就一直磨一直磨 或者是袖口的地方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 其实品质比较好的 羊毛羊绒纱 你用那种去毛球的肌 它是不会断掉的 就是它不会有那种 拉丝的情况出现 它去掉的就是去掉了 我觉得经过这样子的保养的话 还是看你自己怎么穿啦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大部分人穿个好几年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棉质的内搭 那棉质内搭呢 我觉得比较适合 天气没有那么冷的地方 然后如果你想要 多叠穿几件 那显得不是那么臃肿的话 我觉得棉质内搭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它真的很舒服 而且很薄 穿在身上 特别显身材 特别修身 那这件是Evelyn 去年的一件 棉质打底衫 这件我去年穿的 非常非常多 大家如果之前 有关注的妹子 应该也知道 这件打底衫 特别适合秋天的时候 单做打底衫 因为我在纽约嘛 天气会比较冷 特别冬天真的是 又下雪又下雨的 所以没有更厚的衣服 可能是hold不住的 但如果是南方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OK 特别如果你想要显瘦 你外面可能想要搭 牛仔夹克 搭皮衣 然后再加大衣之类的 那这种衣服 它就会相对显瘦一点点 而且棉质打底衫的 价格也会比较低 它就能做到这种 很细很细的感觉 就显得你整个人 就是比较轻薄 比较瘦 所以我觉得棉质打底 也是一个挺不错的 那一搭选择 然后还有就是 anara story 它们家有非常非常多 这种品质很好 很舒服的棉质那一搭 都是有图案的 这是我今年敢买的 我去年还买过好几件 就是有条纹的呀 然后有印花的呀 都有 那它们的领子 基本做的都是这种 比较低的半高领 就不是特别高的那一种 所以一般亚洲女生的脖子 也是OK的 我自己是很喜欢穿高领 因为我的脖子相对 在亚洲女生里可能算是比较长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冬天不穿高领的衣服 会显得我脖子空辣辣的 那如果说你的脖子属于比较短一点 你有想要穿高领的话 尽量选那种比较大一点点的 就是它没有这样估着脖子的 它是比较松软的平铺 在这个锁骨的周围的那种高领毛衣 那种高领毛衣就会对脖子比较短的妹子 会比较友好一点 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讲阳容衫 那阳容衫我觉得是 在北方生活完全不可或缺的一个单品 因为真的很保暖而且也比较轻薄 那阳容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产量是很少的 一般要五只山羊 才能做出一件普通的阳容衫 那阳容呢是山羊粗毛根部 一层薄薄的细绒 那因为它这个薄薄的细绒 必须是人工抓疏 所以工艺比较复杂 产量又小 所以它的价格肯定会偏高 再加上它的直径非常非常的细 它的直径大概平均只有14到16微米 那微米呢是一个长度单位 它是一米的一百万分之一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细 支出来整件阳容衫就会非常的轻薄软弱 但它的保暖性又是阳毛的好几倍 所以其实是一个过冬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但它的价格可能也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那这两件其实之前有跟大家聊过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件是Evelyn的 然后这件是这个优衣裤的 我个人会更推荐这个Evelyn这一件 就版型上面啊 因为它的这个整体的版型是比较修身的 所以会显得人更加瘦一点 优衣裤这一件呢 我觉得最好选深色的 如果你选这种浅色的话 它整体的版型就会比较 显得人会稍微臃肿一点吧 就是在羊绒衫里面啊 你看这件它就会比较修身一点 我也会放上身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像在袖口这边 Evelyn这种就是有做一个松紧带的收口的 优衣裤这个 它就是这种比较宽一点点的 也是有一个螺纹的设计 但是它相对来说 整个穿起来没有把你整个人 就是更收紧 看起来跟人家干练的那种感觉 优衣裤这款其实摸起来 感觉是比较厚的 然后比较软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Evelyn这个感觉就比较薄一点 但它比较紧实一点 我自己穿下来 觉得优衣裤这款 起球会稍微严重一点点 但其实也是可以用毛球剂去掉的 那这款呢 就会稍微好一点 但都会 就是你穿在大衣里面 一直抹的话 腰这个地方 就这块地方 都会很容易抹出 那种细细的起球吧 不是特别夸张的那种啊 就是可以去除的掉的那种 所以这两件 我觉得算是在洋容商里面 特别特别具有性价比的 大家就根据自己喜欢的版型 去选择就好了 材质上我觉得相差不太大 那这一件呢 就是之前Shop up大厨的时候 在上面买的一件 叫Bulp Basic的一个牌子 那这一件呢 价格就好像是 Evelyn的两倍左右吧 这件的整个材质摸起来 非常的松软舒服 然后它的这个版型 是介于 优衣库跟这个Evelyn之间 它的袖子这个地方 也是有收口的 就很明显的这种 就把袖子收起来 它又是拼色的 它中间这个部分 没有Evelyn那款 那么的修身 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吧 就是确实摸起来 材质会松软舒服 非常多 值不值得翻一倍去买 这就见仁见智了 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然后这件我是之前 为了做这个测评 就上次在那个 Another Story 看到这件我就买了 这件的版型 真的非常非常好 这件应该是我 所有杨树上里面 最喜欢的一件版型 它是偏扩形的 包括你看 它袖子这个地方 有一点点蝙蝠衫的设计 然后它这个领子 也是这种半高领的设计 它没有前面的几个 是那种厚厚的叠下来的 所以会更加显瘦一点 然后它中间这个地方 做的是一点点扩形 它的扩形又不像是 优衣库的那种直筒的那种扩形 它就是有一点点 在这个地方有一点收腰 然后中间是有一点 苹果形的那种感觉吧 所以它这样子 就特别好遮肉 如果你肚子这边有一点肉 它就可以很好的遮掉 它大家这个牙绒 摸起来感觉会粗糙一些 就是相对于优衣库的 对会粗糙一点点 但它版型确实很好 那价格上也会比优衣库 这个贵一点 大概是120几刀 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不过我觉得 以它的版型来说 还算性价比挺不错的 如果喜欢这个版型的话 我觉得是值得看一看的 那这个牌子是我去年买的吧 这件也穿了一年了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磨损 而且我也没怎么去过它的毛球 没有明显感觉哪里起球了 这件摸起来也是那种 很松软很糯的那种 它不是织的很密 它织的有一点松 所以整体穿起来 就是会有一种那种垮垮的感觉 版型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地方 看起来就是不是显得你脖子很大很粗 然后就只剩一个头在下面的话 你就尽量选这种领子比较宽松一点的 软趴趴的这边呢 它就不会那么紧张在这个地方 就没有恶住你的喉咙的感觉 那还有另外一种版型 对于脖子没有那么长的妹子 比较友好 就是这种 它的这个地方坐得比较宽 它是立起来 但这件不是羊绒的 这件甚至都没有羊毛 我记得 就一点点的羊毛 这件主要是棉的 看起来像是一件毛衣 但它没有什么羊毛 这件只是用来做一个例子 领植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宽一点点 所以其实就跟买靴子的道理一样 你这两边比较宽了 它就会显这边的脖子会比较细一点点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担心显胖的话 尽量买毛衣 不要买这两种的这种 像这件 这件是去年的Avelyn 不是很推荐大家去买这种粗真织的内搭 这种内搭比较适用于很瘦的人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穿出这种内搭的好看 最好是要比较宽松一点 这种比较紧的 然后上面有很粗的这种针织的花样的 就很容易穿得很像小学生 你们能get到我说什么吗 就很像一百元小学手 妈妈给我们织那种毛衣的感觉 所以这种就是一定要大 宽松穿起来才会比较时髦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大家不要觉得竖条纹就显瘦 像这种螺纹特别明显的 然后看起来特别粗的这种螺纹呢 其实会显得你整个腰部这个地方会变得比较粗壮 像我腰席算是比较细了 我穿这个勒上裤子也会显得我腰挺粗的 好然后接下来讲的就是羊毛衣 也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 我身上穿的是一件来自国内的设计师品牌 叫Insys 这牌子我真的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我从去年就有推过他们的打底衫 如果有买的妹子应该也知道 就是他们家打底衫质感真的非常非常好 然后他们家用的都是美丽奴的羊毛 那因为价格的不同他们的支数也是不同的 简单科普一下 美丽奴羊毛呢 它其实分为它的粗细不同 那它的支数越高 它的品质也就越好 直径呢会比羊绒大概粗一倍吧 羊绒大概14到16嘛 一般美丽奴是在23到24 就是差不多这样就20出头 所以大概是多了一倍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如果它支数越高 直径就会细一点点 但是大概是在这个范围的 那我身上穿的这件就是他们这次秋冬主打的一个无缝大地衫 这个视频不是合作视频啊 我也没有收任何的费用 这个视频就是他们有寄这样子的产品给我 所以我觉得可以放到那家里跟那家聊聊 因为我确实很喜欢他们的那一大 最喜欢的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这是他们秋冬这次新的吧 就是去年他们是这种比较粗的 今年他们也有给我寄 这个的支数是48我记得 然后这件是60 所以这件要整体比这件48的要细很多 那48这个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的话 穿起来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渣的 但它这件的版型非常接近 U1酷U系列 他们那个3D的系列的打底衫 就是整个版型非常非常像 领口这个地方也是这种 这种这件是半高领的 所以它可能对于脖子没有那么长的妹子比较友好一点 像这一件的话 它领子就比较高 但你可以折下来了 大家这个领子会比这一件要高一些 穿上身我觉得版型八九不离十 但是我身上穿这件舒适度 还有它的这个刻数都会更轻一些 所以就大家看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然后还有就是这次他们寄过来一件我很喜欢的 那这件呢是他们这次寄来我非常喜欢的一件 这件是支数非常高的 美丽努羊毛的毛衣 这件是90支以上 品质非常好的 就是80支以上 这支是90支 所以穿上一点都不扎 虽然你看起来还有点就是这种初真之毛衣的感觉 但实际穿上身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这两天穿上的很多 而且它这个领口可以立起来 把我整个下巴都遮住 特别保暖 而且特别显得点小 上一周跟我妈一起去熊山 就是踏青的时候穿的也是这一件 但这件价格相对也会比较高 而且它好像有两个颜色 一个白色 还有一件是这种淡淡的绿色 这件的版型真的非常的好 那另外一件呢 这件的支数比较低 这件好像是30支的 所以它整体穿起来型就没有那么好 但这件也不扎 它没有那么贴身嘛 然后领口也是这种比较大的 所以没有那么的扎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我在美国其实很少买羊毛衣 因为美国的羊毛衣 穿起来大部分都挺扎的 H&M的羊毛衣就会扎 H&M的羊绒其实可以买 但它们的羊毛我觉得很扎 而且它们的马海毛 掉毛真的太严重了 H&M它其实版型比较重要 所以它的马海毛选的也不是很好 马海毛一般如果比较扎的话 就品质都不是很好的马海毛 比较有代表性就是这件马海毛 这件是羊毛跟马海毛一起的 我一般里面一定要穿内搭 在穿这件 而且里面不能穿深色内搭 要不然真的掉毛掉的一塌糊涂 马海毛基本其实都会掉毛 但是品质比较好的马海毛是不扎的 然后这件也是Evelyn的 这件也是他们去年给我寄的一件 我觉得算是比较不错的了 这件不是很扎 它的整体的细腻程度要比H&M这件好 但它非常的薄 就很薄但也会掉毛 你看空气中没有看到吗 就白白的毛 里面最好不要再搭一件羊毛的那搭 你搭一件那种棉质的那搭是OK的 它不会特别掉毛 但如果是羊毛的话 真的就掉毛会比较夸张一点点 马海毛我其实不建议大家去买 因为你要买的话 竟然买价格很高很好的 像Acne Studio的马海毛就挺值得买的 但如果说你只是想买个Ease的话 就不要买马海毛了 我觉得品质低的马海毛 就不如去买一件比较好的羊毛衣或者是羊绒衣 没有太大必要 然后还有更顶级的就是可能羊駝的这种毛 羊駝的毛的这个直径在11微米左右 就最细最细的 非常非常细腻 很舒服很舒服的一件毛衣 因此他们家也有给我寄件 但今天不属于打底衫 所以我今天就没有放在这个视频里面来跟大家说 我觉得打底衫这个东西 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别起眼的东西 甚至这个东西跟时尚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它是冬季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了一下我自己购买的一些经验跟小tips 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里面获得帮助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如果我会知道的话就会回复大家的 那今天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赞 如果你想要关注更多美妆创大的话 记得去关注我的微博应层公众号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